你跟杨尚武是一起的 你是他小弟 那个子弹没打出来 要不如何打出来这就没了 也就是了 也就是了呀 哦 那就是都带着枪在身上的 谭世纪就是这样子 那我又不敢跟谭世纪 我经常在那里堵的 老子弹是我嗨的 大家好 那我们又见面了 我现在排点车站 准备坐高铁 去左营 那边有位叫骆驼的先生 刚才你打个电话 他快来接我 我们这次是应该是 十年没见面是吧 对 最后一次我记得是 在我的餐馆我们见面 对啊 然后你或者是 去餐馆吃饭 你是回台湾来是什么 那个时候一会 没有 可能那过 好像过没有多久吧 我就去中国 哦 去中国 去中国 我不能说中国 我朋友开一家那个酒店 哦 就是在那个上海 我虽然就亏了很多钱 神经被他害了 哦 是准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 他日本料理才在日本找我的 哦 日本人找我三次啊 一直 我就不想去 可是那时候 日本的景气 说真的也不怎么样了 已经 台湾的已经一直没落了 哦 对对 那我想说啊 反正才跑过去了 我在一些 卡布基旧那边有开 开餐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开在哪 有一家雅门 雅门 雅门中华料理 雅门是在 在卡布基旧 在那个 回来 回来 啊 我知道 一楼那个 哦 一楼那个是你已经开的 我开的 乖的 雅门 我知道 很大的 这是一楼拐角的 对对对 拐角的那个 很大的 那你是从几年到几年开的 忘记了啦 应该后来你没开以后 是一个中国的东北老妈开的 对对 东北老妈 美不咪开的 对对 到最后一个别人做 我就不知道 做差不多六七年吧 那时候是景气好的时候 景气好的时候 那时候生好的不得了 嗯 那到最后就是 台湾人开始没落了 台湾人在那边也知道 台湾人在那边都是开 一般都是做老妈 开Plug 嗯 对对对 赌场 对对 赌场就是Cultural的 蛤 不是不是 赌场都是麻将 麻将 金都是麻将 台湾人是麻将 还那个电子牌呢 啊 电子扑克牌呢 那个那个没有啦 那个叫少啦 你说那个那个 那个Pogga那种 Pogga那种 我也是开了家 在这里开 Kapucho 那个很少 因为打 台湾老妈 他们喜欢打麻将 啊 麻将 Pogga那个都是小姐在打的 啊 对 我想打Pogga Pogga我也是在那边开家 嗯 我开很久了 是吧 也是上海人去那边帮我管理的 一个老标啊 老标你应该认识的 老标 是圆圆的 对对对对 看胖的 我经常在那里堵的 那是我开的啊 我堵了好多年 但我整整 大概前半有十年 我打这个 那个都是我开的啊 十年一开的啊 哈哈 五十年 那我不要 我叫他去 在那边做店长呢 我堵了十年 一般堂里とか 一番街 当时やっぱ まだPogga屋さんとか 嗯 あとその カジノとか あとその ジャックポットが流行って その そういう 爆炖 爆炖の店が多くて 使えるか分かんないけど 俺結構リーサンとも そう見せて よく会った よく会った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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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Small Big Small ってやってたよ 本当じゃ こっちも暑くなってるから なんなんや とかやってると リーサンもいいよ また会ったね とか また会った それね あれか カセット いかね 全部使っちゃって また また来る また来る 何とかお金集めて また行く それまたリーサンに会う 哈哈 我20時間以来 昼間も 夜も 那是 那是您的店 開的 開的 那他本身也是在club裡面做店長 嗯 對 我們這回是見面在餐館 見完以後 你就去到上海 搞了一半 也去開日本料理 對 任意大多久呢 4年 4年 4年為什麼沒有回來呢 那就不行了 上海也不好開 不行了 就全部都不行 都關了 我就不做了 就關掉了 沒有生意 因為我中国又不熟 我有技術 可是要靠你的人面 看他的人面 你叫我過去 你沒有人面 那我一個店在那邊 我一天看一下多少 哦 那你就成功了 被他騙去的 被騙去 被山海人騙了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都對自己的同胞 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感 他們都是騙子 特別是在日本的上海人 我再也不想和他們打交道了 在東京啊 上海人名聲不好 黑金 我是好幾回到了 哎 我可是個上海人啊 你是不是離我遠點 不是個意思 這電視劇裡說上海人 小屏裡說上海人 怎麼到了東京還說上海人 我完了我就回來台灣了 因為那時候我老媽就是身體不好了 那我在這邊是開了三個店 三條店 我開了三個 也是日本的一些 類似都讓那種的 生意很好 可是到 開了差不多六七個月 疫情 兩次疫情對不對 疫情是算兩次 對不對 撐到第二次 就沒有辦法 撐不過去了 三條全部 翻掉 現在等於是照顧媽媽 對啊 不是現在疫情沒有了 等於說我還在尋找一些店 想要再繼續 你要繼續做店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種身份的人 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走的還是菜品可以 我現在是師傅啊 我們自己能做的 自己能做的 學很多的 跟我不要我開餐 但我不會走菜 這個就興趣嘛 我有想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才六十多歲 那後面 像日本都做到七八十歲 一百歲啦 現在會一百歲的 我朋友都得 現在已經七八十歲 他們還是在做 還在做能量 我跟你說 台灣人也是跟日本的屁股在跑的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日本 沒錯 你看台灣人 電觀光客 日本 台灣就是很多人 所以我說台灣人 對日本 很嚮往 就是日本的那個 哈日吧 就是哈日啦 日常用品啊 吃的啦 什麼啦 全部都是 都是要日本的 那您是哪一年 什麼時候到日本去的 我去日本的 我去日本吃早 我去日本的時候是 剛才是去觀光 我老媽在那邊 她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可是她跟你一樣 就是拿日本模型的 那你後來怎麼 一生氣就跑到 哥布基丁來了呢 是 你為什麼會到 哥布 那朋友住在那邊 就在那邊認識一些台灣人 我過去的時候 就是台灣人很多 嗯 正多的時候 那時候 靠屋舅裡面 嗯 你在路上跑 在路上走 都講台灣話 那個 福林開港 福林會館那邊 講台灣話 福林開港 全講台灣話 對 你做過什麼事呢 開過什麼店 你說開店 也是餐飲嘛 餐飲 對不對 Club嘛 就這樣子嘛 不然那是麻將廠嘛 麻將是一堵博的是吧 對啊 那是合法還是什麼 日本麻將本身就合法了 可是我們 我們是在家裡打的 哦 在家裡打 不是在那個麻將館 那也賭錢嘛 對 賭錢啊 賭錢 賭錢 我們都抽頭 打四圈完了 你抽多少 看他們的賭金是多大 嗯 用比例去算 我記得有一個事件是 那個 楊霜武的小弟 跟誰 跟劉 劉維銘 劉維銘 對 他們出事啊 楊霜武是什麼幫的 他是我們高雄這邊的 他還沒有算什麼幫的 南部沒有什麼幫派 都是在北部 北部有什麼竹年幫 有什麼一大堆的 那你跟楊霜武是一起的 對 你是他小弟 也可以這樣 你是他小弟 OK 那劉呢 他是台北人 他台北人 他是四海幫人 他是四海幫人 我認識他後面兩代以後的 四海幫的幫主 叫楊光南 現在在北京 那天開槍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 是 是 兩個人就是講話 兩個人都很臭嘛 一言不合 劉維銘就開槍了 劉維銘先開槍 先開槍 那個子彈卡住了 第一槍子彈卡住了 不然的話 楊霜武的問題就大了 摳住他 摳住他從他的頭 劉維銘從他的頭打 卡住 卡槍 那楊霜武被他拉 拉住有沒有 拉住 他從身上拿出來 他已經被劉維銘給卡住了 對 卡到底下 他自己身上也帶著有槍 然後打他的肚子 劉維銘打出 打一槍就卡住 那個子彈沒打出來 要不然如何打出來 他就沒了 也就死了 也就死了 就不一樣的 現在楊霜武還活著 對 還活著 很健康的 人家都在山上 就在這個附近的山山 山上 不下來的 不下來 沒找出來 那就是都帶著槍在身上的 韓士忌就是這樣子 台灣人壇士忌就是 隨時都帶著槍 那我又不敢 不敢跟台灣人壇士了 那是以前 對 那還有一個中山是怎麼回事 開槍完了 他旁邊的人就開始了 就因為 劉維銘有帶兩個人 劉維銘也帶兩個人 對 那 那 那梁霜武是帶好幾個人 就是 有好幾個人 連日本人都有 日本三國組織都去了 三國組織 就是在鴻冰的那個 島田 島田也去了 關了一年 哦 島田也被關了一年 但是我拿那個槍嘛 因為他們全部都帶槍 哦 那他們也開槍 啊開完槍就是裡面就被人弄走 一個台灣人就被打到 做鬼神經那邊 是只要飛到牆上打到 應該是這樣子的 現在 現在台灣人 現在高雄 他叫什麼名字 阿鳳 阿鳳 嗯 人還在 那是全身 就是做了一體嘛 做了一體 也不是說矛盾就是 很多是為了利益啊 各方面都是 會去爭 台灣人的內鬥 內鬥 很厲害的 中國人大部分也是中國人的內鬥 很厲害的 哇 他們都是過體很多的 那因為這件事那楊雙武的人就被 在日本就被抓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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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了 他跑了 他在日本沒抓到 他就到中國去了 跑到中國去了 在廈門 在廈門 他家老婆去廈門的 在廈門一陣子 他帶他老婆去泰國 沒錯的 因為台灣人都一直跟他 台灣刑警 喔 刑警 就定的啦 在日本沒有幫我抓他嘛 因為他日本護照的 他之前在台灣就發生事情 才去日本 在台灣就有過槍擊 台灣是第一號槍擊 槍 第一號的啦 第一號槍擊手 在台灣打 打警察 眼睛都瞎了 現在關了20年了 關了20年了 騎滿了 他是假釋中 他不是無期嗎 無期 可是他有假釋 出來以後 因為他媽媽的去世 他辦了一個很大的 大的在屏東 他打電話給我 打去日本給我 那時候我還在日本 那十幾年前 我還在日本 他打給我 我就馬上回來了 我還在這邊 守靈守了好幾天 幫他操辦一些事情 對對對 還有他的 他姐姐的兒子 哈瑠奇 他在日本 他在日本都跟我住在一起 就是他 楊壯親姐姐 在日本死掉 過世 親姐姐的兒子 跟你住在一起 對對對 也是回來的 啊 現在已經開始了 楊壯他本身出事 他老毛在日本 住在中野 都是我在照顧的 啊 對 你也住在中野 都是我在照顧的 你們那件事情 以後還有一個槍擊事件 就最後一期 再打給我進去槍擊事件 兩個警察去追他的事 他是小事嘛 他在毒品的事啊 小事啊 他本名叫王邦居啊 王邦居啊 小事啊 我只知道王邦居 我比較像是 他是去 各務基地要去買毒品 嗯 買毒品 他是坐計程車買毒品 去那邊碰到 要買的人 結果一個巡邏車 從旁邊過去 怕跑就跑 跑人家追他 他就開槍 你懂不懂 跑到滿兇趣嘛 跑到那個旁邊 那個胸關肉 跟那個雞肉椅那邊 有一棟不知道什麼 蠻兇的 那棟也是 都台灣住 全部都圍起來啦 圍起來 對啦 我那時候也去開車區那邊啦 我是看 我是可以的話 把他載出來啦 嗯 結果一堆幾千 然後圍起來啦 太多了 這樣還是把你抓到 抓到 回來台灣 他在日本 關完了又回來又關 現在出來了 又被抓了 王邦居他也是 台灣也是出事 過去日本 才跑到日本 日本官網的人 回來又關 這裡要找他 嗯 現在去日本很多都同級犯 去日本啦 這你不是 對啊 我是在地的 你是在地 那他們都是 那時候一青二青 少黑嘛 一青二青 很多人都跑去日本嘛 就說那台灣很多 所以有很多台灣幫派的人 跑到來 對對對 那後來為什麼 在台灣幫 為什麼後來 他們都沒了 一個地方 他沒落了 等於是說 那個時候日本的景氣不好 哦 對不對 那景氣不好 大家沒有錢賺 就慢慢刪掉 嗯 一定是這樣子 那他 很多都是跑到 從日本又跑到中國 跑到大陸 啊日本因為景氣不好 啊景氣不好就是 沒有錢賺 一些台灣人就 往外 往北的地方跑 嗯 就這樣子嘛 嗯 對不對 你看 那國務基金 到時候變得怎麼樣 你在那邊 變得很適合 從有到無 你就要追求 沒錯 對不對 嗯 除了在這裡 把媽媽照顧好 還有沒有想回 回日本等等 啊 一定有 你小孩子都在那邊嘛 哦 怎麼日本也是等於是 我的人生都是在那邊 那 現在的台灣 比方說 現在這種政治形勢啊 有沒有想 台灣人想移民的到 到日本去 其實日本很多移民都台灣人 嗯 很多的 可是他們是遍佈 他們不是在科武基地 全日本 很多地方的 都有台灣的 對台灣 那因為他們有台灣 都有鴻岩的 你看現在明谷那邊 還是很多台灣人 日本還是跟台灣 還是有鴻岩在 嗯 謝謝 我們的談話就到這裡 欸 你看 林鮑威預約的這個 酒店太漂亮 你看看 還有 bastante 看